你 怎么回事啊 你的宋建春心跳都快爆表了 跟你说话呢 你看现在几点了 你还不打电话关心一下 想哭就哭呗 扭扭捏捏的 帅锅给洋葱算怎么回事 哥文贵 一会儿我陪你喝去呗 我不喝 断瓶 不不不 你的潜意识告诉我 你想买醉 是不是 被宋大小姐伤透了心啊 让我这个王者跟你这个青铜支支照 六月六号收到微信转账修理费三百元 六月十四号收到外卖费一百零九元 六月二十七号 下午要讨论青湖项目创意数据还没整理完求助 六月三十号我先送圆圆回家不用等我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 随你变你爱说不说 好消息呢就是你们的关系在变好 坏消息呢 目前看啊 你们还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合租关系 你别急啊 虽然说她今天不相信你惹你生气 但女孩子嘛 换位思考一下 她能跟你比较起来 说明还没有完全放弃治疗 相信我 只要脸皮厚 还是有期望的 你不是从以前开始 就一直反对我插我她的生活吗 还不是你那天那段伟大的表白 我一个双鱼座哪受得了这个 再说了 她可能 有助于治疗你的脑子 你的那些不靠谱的经验 就留着你自己用吧 我用不着 你别不信啊 我跟你说 这个抢救感情也有黄金二十四小时 今晚等她回来 你就得让她翻篇 这一面 实在不行的话 那你就想办法说服她 你小龄呢 说错了 不好意思 应该念说话的说 你想什么呢 爸 啊 叔叔见你干嘛 快点 这样 你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我们青春现在都会做家务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挺废物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青湖招标这么大的项目 都让我给搞砸了 这事不怪你 你才刚入这行 总归是要踩坑吃亏的 就当是交学费了 虽然损失了一个项目 但至少认清了一个敌人 把素质你留在公司 潜在的风险会更大 这事不怪你 你也认为是他吗 我一开始就对素质念 如此华藤心存疑问 一是从投资角度来说 坦白来讲华藤之地 现在是个烂摊子 二是 当年你们闹得那么不愉快 如果我早点回来几天就好 都怪我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分担的 那次老婆前两天楼下来的 来不及肉派生用场 来不及肉派生用场 叶南哥 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谢谢您的牛排啊 不用谢 这么晚了我送你吧 你一个人不安全 快快快看 怎么回事啊 你的宋建春心跳都快爆表了 跟你说话呢 你看现在几点了 你还不打电话关心一下 去找你的Lucy和Lily 少管我的事 恋爱中的人 果然智商和轻商 是不够用的 时间不早了 我就不邀请你上去了 你好好休息 别想太多了 记住 兵来我挡 水来游以南哥也 知道了 拜拜 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我家了 不过算你运气好 我本来要去江新州剪片子的 结果临时改了档期 没想到就收到你的微信 我几天 你还要留下来 你不想起来了 我担心 我还是要到最后 你还能到最后 我找到最后 你还要到最后 你把我放在最后 不过再也要到最后 你把我放在最后 你放在最后 你把这个姿够呈的时候 查到盖阁资本 和六星有密切合作 很有可能是苏志念 苏志念 他不是华藤智弟的股东吗 这么做对他没好处啊 是啊 他的确不承认 那你最近就别回去了 如果真是他做的 那太危险了 今天 要不是以南哥送你回家 你是不是还打算回去啊 你也太没心了吧 我可能是被他虐出惯性了吧 我先去洗澡了 行 那你洗完早点休息吧 怕懒之水 看来这款香水 最近还真的挺往红的 怎么了 没有 今天坐以南哥的车 连他这钢铁直男都知道 说是办公室小张给他科普的 谁知道呢 我先洗澡了 我 систем点黄什么 我只是在都跑过来 所有人身模样 建阪 nt